早前香港媒体披露张伯芝为打造术士的学习环境 给予两位儿子Lucas和Quintons计划移居加拿大温哥华 7月14日有微博网友爆出 张伯芝已落户加拿大当地宿旅小区Fleetwood 并已为两名儿子安排了学校 据港媒报道 其实早在2011年婷芬芬芝离婚 芬芝已经有带着孩子移民的打算 当时谢婷芬也同意张伯芝的做法 而芬芝也会在学校假期时 带儿子回香港让谢婷芬与儿子团聚 一名加拿大号的张伯芝 带着两个儿子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有媒体特意连续多天跟踪伯芝母子的日常生活 发现张伯芝和儿子们已经很好地融入当地生活 除了日常带着儿子逛超市 游泳玩水和溜冰之外 Lucas还和当地的同龄孩子一起玩起了自行车 而张伯芝经常也会买东西给邻居的小孩吃 与邻里的关系相当融洽 不过与她素来自香港 爱花豪爽的性格相比 我知道了加拿大之后 明显变回了平民 除了日常进出都是廉价的公众地方 她甚至可以一个礼拜连续七天 上街都以素颜使人 明显已经变回了庶民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 我是大鹏 修正在的杖子和字幕上开aron 她的有型